大家好,我是小薇。 本周,多个平台同时推出自动音效匹配功能,并会逐步应用到未来的AI视频剪辑中。 例如,PKa已经推出了Sound Effects功能,支持自动音效匹配和文本生成音效。 登录到后台,开启下方的Sound Effects功能,即可为短视频添加音效。 目前,该功能仅便向高级用户开放,预计测试结束后,免费用户也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不想付费,也可以使用Octomizer的免费音效生成服务。 Octomizer可以自动分析视频,并完成高质量的音效匹配。 例如,使用Octomizer 或者根据英文提示词生成音效。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即可在Discord体验该功能。 Octomizer目前仅支持文本转音效,输入简单的提示词,即可生成一组音效。 如果你想为一段下雨场景配音,就可以输入Dumpor提示,生成音效。 此项技术将会应用到视频和游戏创作中,目的是实现自动化音效生成。 与此同时,ElevenLags也在进行Sound Defect的内部测试。 从演示动画可以看出,ElevenLags明显能够生成更为清晰和高质量的声音效果。 此外,如果你想了解每天发布的人工智能工具,就可以访问人工智能聚合平台Teft。 用户可以在该平台免费提出需求,或者查询相关的AI工具。 点击左侧的目录,还可以浏览当天发布的人工智能工具,并访问关联的网站。 例如,Happy Pages可以自动创建高质量的黑白图像,用于制作可打印的儿童绘本。 DAB AI则是一个语音克隆和转录工具。 输入需要转换的YouTube视频地址,目标语言设置为中文,即可完成在线转换。 免费用户可以获得5分钟额度,大家可以预览一下效果。 我来自一个叫斯波看的小镇,位于花生敦和爱大河州的边界。 我对这两个州都有一种纽带,就像当人们问,你来自哪里? 我说,花生敦,但是当人们问,你为你妈妈参加过特朗普主题派对吗? 我说,爱大河州。 Aleta 1则是一个虚拟女友生成器,并集成了语言模型和换装功能。 用户可以选择和任意角色对话,还能够自定义人物的面容和服饰。 例如,从右侧选择一种发型,单击即可完成替换。 切换到Outfit选项,还可以为人物挑选不同类型的服饰。 除了聊天,我们还可以要求虚拟角色完成各种动作,非常有趣。 此外,Test还提供了很多处于内部测试的工具,非常适合AI爱好者和产品开发者使用。 最后,我再为大家分享一下Google的最新排名算法。 随着ChatGPT和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博客写作方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ChatGPT出现之前,作者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搜集图文资料,编写大纲,修改拼写和语法错误,最终完成一篇内容丰富的博客。 该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 不过,优秀创作者的努力往往不会浪费。 Google复杂的算法机制,可以准确识别文章的原创程度。 内容丰富,有阅读价值的文章,往往可以获得更高的搜索排名,为作者带来高额的回报。 例如,这篇搜索排名靠前的博客,就可以获得Google带来的高额自然流量。 根据作者的描述,该博客网站通过自然流量带来的联盟营销收益,每年可达10万美元。 和大多数成功的博客文章一样,由于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原创度高,才获得了很高的排名。 不过,随着ChatGPT的出现,Google的推荐算法已经很难区分原创和AI生成的内容。 近期,Google发布了一篇博客文章,详细探讨了该问题。 Google表示,正在对推荐算法进行升级,用于过滤低质量和非原创内容。 本次算法升级后,大量非原创内容将会被降低推荐权重,比例高达40%。 很明显,Google的行动是针对由ChatGPT以及其他衍生工具生成的内容。 Google明确表示,批量或自动化生成的文字,均会被认为是垃圾内容, 将会被大幅降低推荐权重。 不过,随着GPT5和AGI的推出,Google的推荐算法可能会完全失效。 Google是否能打赢这场战争,将会决定传统搜索引擎的生死存亡。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小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